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爱你们的小二又来了 好久没更新无路的糖点了 今天就给大家伙来一期开开婚 话不多说,只有主题 先来看这组照片,眼神是不是很像 再看谁呢?眼睛里好像写着 我要温柔的吃掉你一样 这两张打了伞,而且都是她拍的角度 而自拍的时候没有打伞的 伞是给了别人吗? 而且这三张图画质真的很糊 就像拍着一个视频,然后截图了三张照片 为了回应赵露丝特地截了紫色的灯 另一张图里,远处的人群真的很像赵露丝和助理在聊天 这张图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而且小二猜测,这张图是用赵露丝手机拍的 看影子,手机壳是后壳机身是有弧度的 影子恰好如此,而蕾蕾手机则不是 为了给品牌方站台赵露丝佩戴一整套首饰 其中戒指戴在了左手手指上 将戒指戴在左手手指上代表处于未婚状态 也许是单身,也许是已经有了男友 并且戴在实质上表现得是对恋爱和婚姻的渴望 这个小心思大家读懂了吗? 而且巧合的是,乌磊最近在拍杂志的时候 同样做出了一个相似的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乌磊的手指上并没有佩戴什么戒指 那这个熟悉的动作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看就是戴戒指戴习惯了 所以才会下意识地做出这个动作 另外还有网友表示,这可能是累累在跟大家官宣恋情呢 这个动作就是在向大家声明,自己已经名花有主 还有之前,乌磊代言的时候不断地模仿赵鲁斯的动作 这展现给老婆看的小心思真的是一刻都不太隐瞒的 两个人分享夕阳的照片 画面中就像爱分享夕阳的小情侣 这情侣头像不就来了吗? 如今这两人在代言中时不时地进行隔空互动 放眼望去都是鼓吹他们在一起的声音 虽然乌磊赵鲁斯从未承认过恋情 也没有在任何庄访,谈论过对彼此的感觉 但大家对于他们可以走到一起表现得如此期待 心汉灿烂热播时 剧组经常流出乌磊和赵鲁斯在等戏期间的打闹当花絮 乌磊会时不时拉着赵鲁斯的手摸摸他的头 在拍摄骑马戏时将赵鲁斯吓得大哭 或者你会看到他们时不时的闲聊 说着仅有四川人才能听懂的笑话 吴磊和赵鲁斯俨然在只有他们的二人世界如此的超脱现实 超脱娱乐圈的束缚都属于二人之间的浪漫 想而昨天刷了到了一组表情包真的特别好笑 和大家分享一下 名字叫吴磊看鲁斯和看我们的眼神太真实了 还有这一系列的表情包真的可爱又好笑 建议大家直接保存哦 其实不管他们俩营业还是真的 CP粉都不是疯子也不低人一等 最起码他们做了那么多公益活动 比一些顶着面具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的人好了无数倍 流浪动物救助计划 九五炉定地震 百一星球护苗行动 春藤成长计划 无路一样计划 共享阅读学校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无论他们是朋友也好 恋人也罢 都会永远纯粹美好 披荆斩棘前程四井顶峰相见 最近微博里又是腥风血雨 两个宝贝在聚播之后经历了太多 铺垫盖地的黑热搜 一个简单的23岁学际被人骂到观评论 让我仿佛感觉回到了2020年底 赵露丝被批图造谣那会儿 这个女孩真的很坚强 雷雷的剧和无路斯的剧基本都看过 新汉播之前听说过但没有关注过 甚至播出后因为不喜欢装造点都没点开 直到播出第八集还是第十集的时候 看到了拔剑名场面才去看的剧 真的很好看 新汉灿烂27集看完的时候 我甚至没有去看过花絮 因为非常想知道月升仓还会不会联播 所以我开始了一些搜索 看到了许多花絮和路透 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感觉 他呀对以前合作过的同事从来没有这样过 那会儿我还和我姐说 雷雷在赵露丝面前怎么这么man 后来慢慢意识到赵露丝也有撒娇 细节太多了我就不赘述了 我不在乎他们炒没炒 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在营业 一些巧合很甜什么的我也不在乎 我只知道我看他们以前的去花絮直播从未觉得不对劲 可以参考这两位之前剧里的花絮路透直播 直播的穿着 与前同事的聊天方式等等 我也不是刻他们在花絮路透直播里一些亲密的行为 刻的是他们对以前合作同事的不同 这点已经很好刻了 剧里花絮里直播里都可以演 但路透没必要演 他们也不知道有小坏蛋偷拍 真的很反常就是了 也是小二第一次感受到CP的魔力 而且乌鲁可桃CP大火也是剧播后的那次 他们微博直播开始的 资方和演员团队适当炒CP 并且被粉丝买账肯定力大于比 但是一开始谁又会知道乌鲁可桃有如此高的适配度和国民度呢 这段时间的微博和抖音大家都看到了吧 剧都播完快三个月了 磕的人只增不减 减垃圾吃粗饭也要磕 炒CP也说很大风险的大家也明白 男演员的无垒女孩子偏多 炒CP肯定是很危险的 对女方也是灾难 收获一大批同事家的黑粉不说 还要被微粉骂到自闭 女演员更别提了 娱乐圈对于女性有多严格不用说了 你们说他们直播开始营业 确实有可能会导致你们觉得这是人工硬堂 不过演出来甜蜜什么的那很正常 剧还在播他们也不能直播对骂是吧 所以直播力甜蜜 大家理智磕一磕真的可能会演 但是花絮和路透给我使心磕 前面也说了 我在怀月生沧海能不能连续播那段时间 看了许多的花絮和路透 那时候就觉得他们不一样了 炒CP也不用再偷拍的路透里炒 宋神后的片子几时能播都不知道 何必呢 你说对吧 万一压局压了两三四五六年呢 没有未卜先知的人 但路透是去年就有的 起码的路透谁看了不说一句是真的 只不过当时磕的人太少了 没人知道 他们拍戏拍了小半年 这期间的花絮和路透 我已经看烂了 这一句话和以前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目前没有在一起 也不希望他们现在就在一起 我很理智 不希望两个小孩的事业为爱情让步 所以就浅浅的磕一下 磕CP嘛 真的就开心就好了 娱乐圈真真假假那么多 不说明星吧 就是我们普通人身边 有的人的情情爱爱也很难预测 情感这个最难琢磨了 即使他们最后不在一起 我也不会太难过 这个夏天很幸运地遇见了他们 我见证一对热爱生活的年轻人 顶着谩骂在签示中 手牵手筋并肩 完成了一部路人盘巨大的剧作 我并不奢求他们一定会在一起 我知道可能性也小 但我只愿他们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能一直保持演戏的初心 依旧热爱生活 热爱这个世界 我想大家基本科也是和我一样 科氛围感吧 少男少女 搞笑男和搞笑女 一个外表成熟 现实内心像个大男孩 依然热爱生活 爱分享 一个外表软萌稚嫩 但现实内心清醒 热爱生活 热爱事业 勤肯工作 两个人好像一样又好像不一样 在这个夏天遇到了无路可逃 让我真的无路可逃 但我真的很开心 不管结果怎样 过程我很快乐 在烦躁的夏天 遇见了一对热爱生活的年轻人 碰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 发现了一部一开始被人轻视的好剧 这个夏天无路可逃 绝不后悔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 磕CP上头也是可以的 但还是做好不在一起的打算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是磕他们之间的氛围 而不是他们非要在一起 那时小儿就在想 他俩拍戏时候 可能真的动了琴 大概率不会长在一起 如今看来确实这样 赵露丝事业心很强 一年经常拍戏 现在刚通过这部戏 积攒了更多路人粉 如果真的谈了 肯定会被骂很惨 赵露丝其实为人很随和 你看他拍戏不出名的小演员采访时 也会夸他人好 我去补了他洋洋的花絮 也是甜甜的 在这部剧之前 许多人说他们在一起过 至于我曾经也很刻骨的 浩烟CP花絮也很好玩 与宁在今年浩烟 差不多一周年的时候 还点赞了赵露丝一条抖音 现在仍然可见 赵露丝可能真的没有特别想谈的感觉 但是我感觉 他们俩拍的时候是动了情的 至于能不能好好谈就很难说 所以我也很难受 如果他们真的谈了 很大可能是很小心翼翼 然后私下见面被狗仔拍到 财报上热搜 所以他们在一起成熟的东西太多了 作为观众我们只能静候佳音